据阿拉伯新闻网1月2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大部分地区自1日起将经历近一个星期的雷暴天气 此前一天沙特多地出现暴雨雷电天气 沙特西部城市几大街道再次被洪水淹没 视频显示繁忙的道路上满是积水 水身几乎淹没过车窗 暴雨主要袭击了沙特西部和北部地区 沙特国家气象中心预警说 中东部地区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风天气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雪